第十八课到第十九课 我们都有这两种人 一种就是很多人的工作 看护者 或是我们不说者的话 就会说看护 所以应该大家很多人都做看护的工作 对吧 有些人如果住在老板家 那你们就是看护 那你们的阿公阿嬷 就是被看护的人 受看护者 这个者就是人的意思 因为人不止一种 对吧 有很多人 所以这个者就是人的意思 大家还记得吗 那除了贪患 或是躺在床上的人 我们会说这些人 没办法自己走路 没办法自己生活 因为他们行动不方便 不能自己动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我们会说行动不便的人 这个不便就是不方便的意思 那我们第十八课有说过 好 对我们复习一下 行动不便 所以我们第十八课聊过 有一种行动不便的人 在照片里是这个人 还记得吗 好 我们也说过上面这两种人 特别是这个 还记得他拿着什么东西吗 上面叫做晚上 那这种的叫辅助器 不过在我们的书上没有 不过你看 你可以看我的powerpoint 这是拐杖 那做的东西我们会说轮椅 那他当然就需要别人帮他推 所以我们还学了推轮椅 还记得吗 所以这些行动不便的人 就需要看顾 一直在家里照顾他们 所以他可能不是一个月 一个星期照顾而已 他的目标是两、三年 或是一辈子 所以我们说长期照顾 如果你想找新的工作 或是你最近想找新的老板 那你的工作可能会只看 一页两个字就叫长照 所以大家看到红色的字吗 现在这份工作非常非常辛苦 也很难 什么意思呢 因为很多人找不到看顾 因为工作会经累 所以大家的工作非常重要 所以你也可以说 你是在做长照的工作 所以我们说的长照 就是长期照顾 也就是看顾的意思 所以大家的工作有很多名字 除了看顾以外 还有长照哦 然后常常在医生旁边帮忙的人 我们会说护士 那护士当然大家都了解 不过看字可以看看 好 所以西地带阿嬷 这里不是阿公了 是阿嬷 今天西地带阿嬷来看病 所以护士会先问 所以护士会先问 会先问西地阿嬷 的问题 所以大家还记得等于说吗 我们来练习练习吧 好 趁现在人比较少 所以是你的练习时间 罗娃我们从护士开始说说看好吗 好 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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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早安 我们来说看吧 慢慢说 慢慢来 阿嬷 阿嬷 今天什么样 今天 今天 什么样 非常好 所以我们通常问阿嬷的情况 都会问怎么样 今天还好吗 那西地是怎么跟护士说的呢 阿威你可以试试看吗 西地是说 西地是怎么说的 早吃早 早安 阿嬷 今天 的 哈 姜 很好 如果阿嬷是不太舒服 或是 她的身体状况比较不好 或是喉咙 不太舒服的人 应该会有 很多东西在里面 那些东西会让你的喉咙 有点痛 有点痒 那这个东西就叫做抬 我想大家应该都听过一些 喉咙发出来的声音吧 好 所以感冒的时候 喉咙不舒服的时候 里面的东西 有一些颜色 通常会觉得很恶心 好 所以就做抬 不过要记得 特 我再记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特 特 特 如果你想说的比较好的话 这个特 特 一定要 这个是特 特 一个是特 一个是特 特 不太一样 你要慢慢的练习 喊 喊 好 你什么建议呢 那我先请 Evan能说说看好吗 你喊得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吧 从上面开始吧 你 你 你 多久 多久 鸡 就是鸡哦 多久 你 多久 大家看得到这个拼音机吗 你 你 你 非常好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如果 阿嬷待在床上的时候 必须帮它翻身 因为它不能自己动 所以你要帮它翻 翻身 还记得吗 好 那我们的问题是 多久 大家还看 大家看得到这个拼音机吗 虽然它是J 可是不是J的声音 是机的声音 多久 多久 还有大家觉得比较难的 一次 二声跟四声是你们觉得比较难的 对这里这两个字 你可以慢慢说 一次 慢慢说 翻 一次 生 还记得我们要分开练习吗 翻 翻 一次 生 可以翻身 都是一声啊 哼哼的声音 可以吗 翻身 一般的人可以自己翻身吧 没问题 因为你能自己动 那如果是 那如果是瘫痪 不能动的人 需要别人帮忙 嗯 好 随西地要她来帮阿嬷翻身 不过多久翻一次呢 拉西我们来说说看好吗 多久 请看下面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翻 一次 生 非常好 巴西在这里说得很好 翻 一次 身 背 好 那下面是新的 不过 巴西我希望你能再说一次 拍 一次 背 拍 一次 背 背 背 非常好 这里 比较难 声词 拍 背 这是拍手 因为我拍的是我的手 背在后面 现在我拍 现在我拍背 应该大家看不见 啊 所以我就 不一眼给大家看了 等一下我们看照片就知道 有时候阿嬷 有弹 或是阿公阿嬷有弹的时候 你会帮她拍背 会让她比较舒服 所以还记得 比 拍 本 背 一个是 啪 前面是 啪 一声 啪 后面是 啪 一声 背 拍 背 所以大家要小心 前面是三声 都是一声 后面是 啪 一声 背 前声 拍背 那 玛丽我们来说说看好吗 对 护士告诉西地什么呢 从这里吧 小小 你好 你好 早安 小心 小心 不要让阿嬷 脏鸭疮 好 这里有点难 所以 呃 玛丽可以慢一点 脏 鸭疮 脏鸭疮 鸭疮 非常好 这里的鸭疮 之前我跟同学你们说过了 鸭疮是一种很痛的东西 它会长在你的皮肤上面 长在背上 如果你一直压着背 没帮阿嬷翻身的话 它可能会皮肤会一直在你的床上 就动不了 会变成一个伤口 挺痛的 等一下可以看看照片是什么 比较可怕的 我们会尽量让大家不要这么可怕 不要让阿嬷打压疮 所以要提醒你帮阿嬷翻身 好 除了这个以外 还要做一件事 还要做什么呢 玛丽我们再说说看吧 还要常常检查尿部 还记得常常都是二声吗 所以这里要小心 常常检查尿部 马力请再说一次 给我们听听看吧 还要常常检查尿部 常检查尿部 大家有一个问题 你会觉得为什么 大家应该会想 诶长长怎么这么难 因为长长是越来越高的 所以要是你说的比较快 你可能来不及 所以就会听到 好这是不行的 所以要慢一点 长长 慢慢练习 等等你们习惯了 就可以快一点 长长 长 对 所以请大家先习惯 越来越高 长 长 长 这样会比较好 如果你觉得特别难 非常难 怎么办呢 你可以先说一个 还要长检查尿部就可以了 不过我们比较习惯说两个字 好 所以 如果觉得两个字比较难 先练习一个吧 好 谢谢你 玛丽 我们来看看旁边 TD说了什么 刚刚看见安妮也来了 不过安妮你方便说话吗 答案 答案你现在可以说说看吗 我知道尿部脏了 我会马上换 非常好 所以前面我们看见了尿部 所以尿部要换 因为它脏了 这里要说一下 阿公阿嬷在床上 是没办法自己去厕所的 所以当然要 把阿公阿嬷穿上尿部 尿部当然不干净了 三个说要换 换新的 好 各位 大家还可以吗 这是废话的故事 如果你已经忘了 第199个在说什么 现在 可以来看看 好 点击 咱们 这 咱们 咱们 感谢观看